来人转之为隐藏职业 不仅隐得天使降临 自身还觉醒了系统 周易是一年前来到这个世界 没等他熟悉身份 家里就只剩他和妹妹了 紧接着妹妹突发怪病 为了治病 周易借钱卖房总算让病情安稳下来 高昂的费用让他难以承受 所以必须转之为战斗职业 在这个魔兽横行的世界 战斗职业受人尊敬 生活类职业遭受鄙视 当周易踏入阵法仪瞬间 他的项链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 一股强大的能量从中出现 随之而来的还有晚来的系统 周易看着系统送来的S加天赋 只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紧接着一股能量直冲天空 一名天使缓缓降临 光明是您的信仰 是您力量的源泉 在信仰的支撑下 圣光将避布您燃尽一切邪恶 天使张开双手 向着周易飞去 下一刻美丽得天使化为能量 进入周易眉心 在火焰完全凝结 周易眉心出现一柄十字标识 附带着的还有双眼出现微小十字 在他的怒吼中 霸道的能量在他的身体不停流 下一刻天空降下三道神圣虚异 面对三种职业 周易陷入了思索 光明法师是纯输出 但是容易受伤与命 牧师不仅保命技能多 而且还有复活这种逆天技能 可惜太依靠别人 圣骑士是能力全面的多面手 能抗能打还能奶 虽然没有哪一项特别出色 但是因为有着圣光天赋在 反而才是最适合我的 为烟雾飘散 紧接着圣骑士打出一套锤法 谦卑 诚实 英勇 怜悯 尽责 行荣耀之事 毕生追寻公平与大义 这就是圣骑士 声音落下的一刻 圣骑士的身躯变得虚幻 清纯的能量进入周易身体 随着系统声音响起 一名六易圣骑士出现原地 在周易成功觉醒圣骑士 他的等级也来到十级 并且还获得了纯白之刃 缓慢愈合 武器祝福 额外未分配的十点属性点 等周易从觉醒震下来 已经被人群围绕 班主任从人群杀出一条血路 他看着周易就像在看绝世珍宝 得到班主任允许的周易 回到家中看起自己面板 一名合格的战士 必须拥有强大的攻击 外带健壮的体货 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高效的 击杀魔兽保护队友 周易结束加点后 整副身体发生了变化 他能够明显感受到 身体能量正在沸腾 因为第一次分配属性点 系统给他分配了一个任务 下一刻 他的身体变为一个个小方块 进入了试炼场 等到周易再次醒来 他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矿 面对古拉比魔兽的偷袭 周易随意向后一跃 躲开了这次攻击 毕竟这是第一次面对魔兽 先试试 不使用技能能不能击杀他 随后古拉比魔兽再次上前 一个高跳躲开了攻击 此刻的古拉比魔兽 好像被女神拿捏的舔狗 明明只感觉差一点了 却仿佛如隔天渊 于是周易内心自信爆满 眼中装满了轻视 但一次前腾的攻击 将周易按在墙中 看着自己还在滋滋冒险的伤口 周易给自己上了一个治疗 整个人开始正视起来 看着他还想继续攻击 周易先行一步 手中凝结十字 向着古拉比魔兽斩出 魔兽被这道攻击 打出僵直 无法动弹 周易乘胜追击 抓住古拉比魔兽向前冲去 再撞碎无数面墙壁 魔兽被镶嵌在墙中 周易拳头冒着神圣火焰 无数雨滴般的攻击 落在魔兽胸口 伴随最后一拳的打出 不满创意的身体被打得粉碎 击杀古拉比魔兽 完成试炼 评分A 面对任务奖励 周易选择了十点属性点 和一柄单手剑 选择完毕后 周易身边的一切逐渐退去 回到家中的周易 看着时间 马不停蹄地去往医院 正在医院休息的周云 听到有人喊他 周云向着护士长打了招呼 但他却拿着单子告诉他 要交一万医药费 周云握着单子的双手 微微颤抖 护士长还在一旁输出 就在他输出的正在兴起 一只大手拍在他的肩膀 护士长扭过头 发现两名西装革履的男人 站在身后 眼见这两人不是擅长 只说了 医药费必须今天交上 离开了房间 周云有些担心他们的身份 但为首男人拿出一张门片 您是周云小姐吧 我是您哥哥的朋友 周易正为医院账户 多出的十万块疑惑 金门就看到两个大汉 对着自家妹妹嘘寒问暖 周易先生您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赵文斌 是市长的秘书 想和你谈些事情 看着面前伸出的手 周易友好的和他握了我 并防不好说话 我们换的地方 饭桌上秘书正在夸赞他 觉醒了好天赋 正当周易打太极 秘书拿出一枚钥匙 对于你觉醒这件事 市长十分重视 还嘱托了媒体 不让他们来打扰你 这事是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里面存放着一笔 用来冲击大考的修行资源 正当他思索着 其中厉害关系 秘书拿出了杀手锏 从今天起 不仅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为周云小姐服务 市长还专门联系了二转牧师 为周云小姐治疗 眼见对方的诚意满满 周易也不再推脱 但收下他们的人情 还不忘感谢一番 回到病房的他 将这件事告诉了妹妹 周云满脸放光 哥 你这是要一飞冲天 我能当你的腿不挂剑吗 周云有些好奇周易的技能 听到这句话 周易也决定 事实治疗 能不能给妹妹使用 刹那间大量的神圣力量 涌入周云身体 她的脸上露出 十分舒适的感觉 就像在泡温泉 来了一遍 全身搓澡 下一刻周云兴奋起来 自己的身体不仅不疼了 手也暖和起来了 周易的目光满是慈祥 虽然不能帮周云 完全治愈 至少能够缓解一些 第二天周易跟着校长 来到一座屋外 还没进门 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校长打开门 带着周易出现在众人身前 这次来的四位老师分别是 荣阳大学的找天赋老师 川南大学的李斌老师 汉城大学的朱爵老师 安吉大学的玉元老师 周易向着各位老师鞠了一躬 其他人见到周易 并没有因为隐藏职业而狂妄 反而不骄不躁 内心不惊对他高看几分 回首的地中海 抢先一步 只要来我们学校 两百万外加三本 圣骑士专属技能书 周易内心一经 两百万外加技能书 就算是市长 都没送我这种程度的资源 李斌笑了笑 荣阳大学还是一如既往小气 周易同学 我们川南大学入学 就送三百万 圣骑士技能书一年三本 外加五十六级三转骑士 亲自授课 听到这话 校长大为震惊 五十六级已经是 接近巅峰的存在 如果成为他的弟子 前途将不可限量 朱绝老师摇摇头 你们诚意还是不够 虽然我们汉城大学 入学金不多 只有两百万 不过只要你入学 我立刻给你一份 B级修行资源 听到入学B级资源 老儿沉稳的校长 顿时试了人设 满脸写的 都是赶快答应 现在问题 再次回归原点 就看周易如何选择了 令校长震惊的是 他居然放弃了此次特招 李绝老师面色不善 给个原因 周易的回答 坚决有力 我想考入三大顶尖名校 三大顶尖高校 每年只收一千行生 并且其中还有不少异族 在这个地大物博的地方 想要考入顶尖高校 简直难如登天 原本以为是个好苗子 没想到 是个不知天高地厚 地中海脸色一变 强烈的气息 从自身冲去 周易浑身一重 身体忍不住的 想要向下跪去 校长兼自家学生被欺负 与地中海针肩对锋芒 三位老师觉得周易难成大气 于是纷纷离去 留下的李绝 花在了他的勇气 随后告诉他 想要考入顶尖学校 难如登天 周易告诉他 自己会用大考成绩 证明自己的 李绝见周易这么坚定 也不再多言 我期待你在大考上的成绩 在周易进入副本后 屏幕显示出接受的难度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周易居然一个人挑战 噩梦难度副本 坐在下面的教育局主任 贾涛被点燃了怒火 他不断质疑着周易的选择 如果他在副本中陨落 对整个离僵尸的声望 都会遭到巨大打击 他这么做 根本就没把政府的培养放在岩里 潜藏在黑暗的魔物露出身形 周易察觉到什么 从一空间取出武器 大喊道 来得好 在他面前是一只便衣猫腰 他正戴着爪子向周易挖去 周易拿着单任服 一服砍在猫腰身体 血红色的血液不断溅起 这一个月他虽然只有十级 但他的属性点 已经可以媲美十三级的职业者 放在整个省中 也是底尖考生 潜藏黑暗之中的魔物 不敢轻举妄动 见他们不敢过来 周易给武器上了祝福 携带着神圣之力向前冲去 金黄色的火焰从府任燃烧 下一瞬魔物一分为二 带着自己强大增幅 一排魔物化为灰飞 魔兽知道不能继续坐以待毙 联合向周易攻去 但周易将武器收起 手中十字不断亮线 冲来的魔物全都变成了两份 他拿起不知哪来的手臂 羞的一下扔了出去 刹那间狼腰被穿透身子 定在了地上 等到周易再次亮出单任服 已经被各种各样的魔物围住 魔物没有给周易喘息机会 上百只猫腰倾巢而出 面对无数猫腰的攻势 周易批出势大力尘的一击 将围首猫腰全部消灭 紧接着他向后退去 手中十字凝结而出 无数魔物在此次攻击化为飞灰 周易将斧子召化来 强烈的攻击 披在最后猫腰头上 伴随最后猫腰的死去 周围环境也开始变换 周易发现自己面前 居然出现一道传送门 随后变得越来越大 周易扛着斧子走进传送门 这就是下一个关卡的入口 等到他的身影完全进入 令常规考生绝望的一幕出现 密密麻麻的魔物堵在入口前 等待着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在周易鉴定中 里面不仅有战士 还有法师牧师 如果说第一层面对的是散兵 那么这一层面对的 就是训练有素的军队 围首的牛腰 牧吼一声 带着手下一众小弟冲去 法师和牧师则在背后搞起小动作 周易的身体被控制在原地 配合的倒是默契 为首的猫腰伸出利爪 势必要将它撕成两半 但周易不慌不忙 手中执法掐出 一枚十字架出现在手心 下一刻十字架猛的变大 无尽的火焰从魔物身上燃烧 没一会魔物都倒在了地上 周易扛着斧子 看着唯一幸存者 神圣之力猛的从身体燃烧 仅存的牛腰发动了狂暴和霸体 下一刻就将地面开了一道裂缝 但周易风轻云淡的向后一跃 躲开了这次攻击 剑攻击落空 牛腰发动野蛮冲撞 庞大的身躯 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撞去 周易剑撞 用斧子在空中画了一个圆 牛腰被这一击打 飞数迷远 紧接着周易乘胜追击 一道十字向前挥去 被控制在原地的牛腰 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 看着自己变成两份 周易瞧着变成两半 还没死去的牛腰 贴心地给它补了一脚 下一刻一道传送门 从身旁出现 下一关就是BOSS关卡了 周易扛着斧子 朝坐在座位的BOSS走去 尽管周易在第一时刻 给了鉴定术 却只能看到 等级和姓名 无法看到技能 人类胆敢踏足我的宫殿 那就要做好死亡的准备 他的速度极快 几乎转瞬之间就跃起 手中锯锤向周易西瓜敲去 周易向牛头王摆摆手 给自己上了一点点BOSS 快速向前冲去 牛头王察觉到什么 扭过头 却看到周易穿着铠甲 戴着斧子 就要给他来个开颅手术 说时时 那时快 牛头王伸出手 轻而易举 挡下这次攻击 周易内心一惊 这居然连破防都做不到 即便如此 他的手中 还是不断使着力气 牛头王点燃了怒火 他将周易的攻击弹开 在他一声怒火下 一柄沾有魔力的锯锤 朝周易落下 周易快速向后退去 烟雾中 却显现出一副巨大的身躯 牛头王带着聚力的一锤 落在周易身上 只听见 砰砰砰的四道声音 周易被镶进了墙内 他有些惊于牛头王的攻击 但这一锤 终究没白矮 因为他找到了 对付牛头王的办法 周易手中十字浮现 密密麻麻的长矛 停留在空中 下一刻 无数长矛向前刺去 牛头王将攻击尽数拦下 周易控制着长矛 无端刺去牛头王 在刚才和牛头王交手的瞬间 就察觉到 他的敏捷性较低 所以 快速的多角度攻击 他便难以招架 并且 除了敏捷较低之外 还有另一个缺点 虽然他有着较高的耐久和生命 但遭到攻击时 更容易受到 严重的负面效果和伤害 所以 只需要在短时间内 向他释放高伤害技能 打残就可以 周易见牛头王受伤 无数长矛向他刺去 一阵剧烈爆炸 将牛头王包围 周易从墙上跃起 召唤出自己的武器 将准备放大招的牛头王给打断 一斧子 披成了两份 恭喜通关 噩梦集 幽安密林深处副本 通关时长 9分24秒 您的大考成绩已收入 周易的盔甲消失 主着剑支撑着虚拖的身体 您的通关评价为SSS级 恭喜您已被确认为 该副本通关记录的第一名 周易惊喜万分 难道已经确认 我是苏航省大考状元 他好了 我做到了 穿越来的一年里 周围的一切 将他压得喘不过来气 但他依旧没有放弃 好在系统的出现 给了他第二次的转机 所以必须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 无心如意 不可动摇 周易换回日常休闲装 走向身后传送门 这一次他收获极为丰盛 不仅获得20点自由属性点 20技能点 还连升三级 并且获得了10级 才能穿戴的腰带和戒指 外加两个小道具 周易刚从副本中出来 场外的声音瞬间沸腾 他背着突如其来的热情 搞得下意识 做出防御姿态 就在校长 还在夸赞周易的速通 一辆跑车进入了会场 假抛告诉周易 三天内就可以出成绩 等到出来 我们立刻通知你 在大考结束后 周易立刻来到了医院 看望周云 就在坐电梯的过程 护士被动得浑身发抖 等到电梯门打开 他们才发现 这一整层都变成了冰雕 周易担心妹妹的安危 立马跑了出去 护士还想说什么 下一刻被动成了冰雕 周易拿着斧子 在砍碎不知多少冰块 终于到了周云的病房 但眼前的一幕 却让他大为震惊 只见一头无比巨大的冰龙 盘旋在周云上空 在床边是一名 牧师叫停了他 听到这道声音 周易将凝结出的神圣之力收回 他走到牧师身旁 秦姐这是怎么回事 周易十分不理解 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现在出了那么一大件事 秦姐告诉他 如果这条龙出世 小云的心脉也会被震碎 当时小云的寒症突然爆发 所有人都被动成了冰主 而他现在 也只能将寒气压制在这一层楼中 周易十分着急 那小云他呢 小易没有高级牧师 我能做得十分有限 周易此刻也明白了 他的目光坚定 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 缓慢愈合 瞬间缓慢愈合 就到了十级 并且成为了强化版 周易发动强化缓慢愈合 背后无尽的神圣之光亮出 秦姐身上的冰柱 瞬间破碎 他想不到圣骑士的治疗 居然能够超越他二十三级牧师 周易将治疗控制在周云身边 他告诉秦姐 让赵秘书将高级牧师请来 但高级牧师行程非常满 赵秘书预约的时间是下周 周易目光坚定 你告诉赵秘书 只要能请来高级牧师 无论是什么时候 我周易都将无条件答应他一件事 秦姐沉默不语 显然他也明白周易的决心 转身就跑出去寻找起救兵 寒气发作是小云一年来 每晚都会经历的事情 在阴寒之气的影响下 他全身剧痛 生不如死 虽然寒气这一段时间越来越严重 只是没想要还能够影响外界 周易眼神为你 他已经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了 整个身体只剩下上半身 还没有被寒冰吞噬 身后还有冰龙蠢蠢欲动 原本的神圣之力 也只是在用意念苦苦支撑 这时一颗绿球飞来 接连几下打在冰龙身上 周云原本没有一丝神情的脸上 露出一丝痛苦 见到妹妹受到伤害 周易瞬间精神 不许碰他 下一刻一颗绿球将周易打飞 身上的冰柱也在这一刻破碎 高级牧师朝冰龙伸出手掌 眼中满是挑逗 冰龙被他的态度击木 巨大的龙头向牧师咬去 但高级牧师 抡起法杖一棍打在冰龙脸上 然后一道道的符咒显现 顿时原本桀骜不逊的冰龙 只能老老实实趴在地面 牧师抡起法杖再次给予痛击 巨大的冰龙被打成一个圆球 随后他在地面轻轻硬 周围的冰块开始消化 牧师抓着法杖满是霸气 我是崔烈娜 庆云是35级二转牧师 崔老师您好 周易问起了周云的病症 崔烈娜告诉他 这是血脉觉醒的征兆 周易大吃一惊 他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在当初游戏和现实融合 异族玩家也出现一些特征 但是随着与人族通婚 异族外表和能力也渐渐逝去 除了血脉觉醒 崔烈娜告诉周易 如果成功觉醒 那么升级学习技能都将事半功倍 但失败轻则瘫痪 重则与命 而你妹妹就是因为身体太弱 无法承受 想要改变她这种稀有血脉 必须改变体质 据我所知 只有一种叫做 极寒冰联的天才地宝 才能改变人类体质 只不过这东西属于有价无市 上一次还是在30年的拍卖场 被神秘人13亿拍下 三个月你妹妹的寒气将无法压制 另一个办法 是直接将异族血脉封印 做出决定后可用令牌联系我 不过代价是她未来等级无法提升 这一天周易正在进行日常任务 她将每日任务的奖励 基本都选择了自留属性 她将属性点按照2323的方式分配 已经成为了六边形战士 这时她忽然收到系统提示 原来是大考成绩出来了 根据她的成绩发放了奖励 恭喜您获得神级技能神之手S 恭喜您获得S 即神物重生十字章 恭喜您获得一次 性神级秘书将神术S 恭喜您获得稀有技能光之成绩A 恭喜您获得30自由属性点和30技能点 男人觉醒隐藏天赋 不仅拥有超高伤害 还有着远超常人的治疗 只因周易在大考期间获得亮眼成绩 使得电视台收视率都以往更高 于是身为大考状元的 她引来许多学校争搏 就在几所高校争得头破血流 一个美女她来了一波亲密接触 受到攻击被放下的小美女 和另两人争吵起来 出乎意料的是 周易选择了实战最强的苏航大学 见此苏玛掏出合同 让周易看了看签订下来 在走之前 周易特地去看望了妹妹 见到妹妹身处环境如此优雾 周易也是放下心 和苏玛去了学校 等她乘坐快车来到学校 瞬间被眼前的荧幕震打双影 就当周易跟着苏玛去新生报告 一道人影从她的身边飞去 原来被踢飞的男人是郑少 因为勾搭不成学妹 反被一脚踹飞 周易瞧见她的血脉居然含有一族 苏玛告诉她这很正常 毕竟学校里面 也有很多老师和学生带有一族血脉 苏玛拿出一张金色卡片 上面记载着学生的信息 而最重要的就是序列和学分 即使周易是本届新生冠军 但一个月后会根据新生大笔重新排序 既然我已经是第一 那这个位置就不会再还回去 随后苏玛告诉她 在这个学校学分可以换取一切资源 去掉序列排名 还可以完成学分任务 最后一种就是靠地棒和天榜的名次 获得固定积分 苏玛告诉周易 苏航大学有三个副本 分别是哥布林地下城 扭曲丛林和炼宇 如果想要进入副本 除了达到对应不及 还要消耗一定学分才能进入 在这所大学 强者拥有最大话语权 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倾斜 苏玛带着周易 和其他新生擦肩而过 瞬间引起他人不满 在董哥的讲解下 众人才知道 他就是本届新生第一 在得知 他是依靠圣骑士 获得第一 纷纷目瞪口呆 满脸不可相信 校花见到周易 是新生第一 于是向前靠去 身旁红发 见到自己暗恋对象 被吸引逐印 他大步上前向周易 发出挑战 但却被学长告知 不要耽误大家时间 实际 却是新生引导自己 就赚一学分 找什么差呀 红发表示自己很有分寸的 但学长心想你 有个灯的分寸 这第一有没有实力 自己不知道 校长还不知道吗 周易双手抱胸 我为什么要答应 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听到对方愿意花一百学分 周易再次喊出 三百学分 我和你打一场 听到这话的红发 如坠冰窟 刚想放弃的他 见到自己暗恋对象 正在看着周易 瞬间怒火 涌上心头 三百就三百 我们去擂台 周易阴暗一笑 神圣之力涌入全身 三招之内 你没跪下 算我说 在苏曼的陪同下 两人正式开启对决 在开始的一刻 红发先手夺人 只要自己打败了第一 那么他也会对自己另眼相看 于是红发身影跳起 在他一声大喊中 强烈攻击 披向周易 但周易只是一脚 就将红发打回原形 瞬间跪在擂台 生死不明 周易只觉得无聊至极 原以为有一些特殊手段 没想到 一下都扛不住 在经过检查后发现 并没什么大碍 不过是断了五根肋骨内脏 出了一点血 白发美女眼带金光的 看着周易 这就是第一的压制力吗 随后大步上前 喊出正要离去的周易 请和我打一场 周易开启鉴定术 观察一二后 答应了他的要求 周易拿出新获得的战锤 正视起来眼前敌人 在倒计时结束的一瞬间 两人纷纷向前冲去 在比过一招后 他不禁对周易的力量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周易面带惊喜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可以和自己硬碰硬的 他必须好好把握这次比试 白发少女面色轻冷 手中剑气再次挥出 接连不断的攻击攻出 两人看似不相上下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白发少女已经逐渐不知 面对如此一个大美人 都能毫不留情 往对方身上招呼 好暴躁的盛其事 再遭受一道距离攻击 白发少女持剑半跪在地 下一刻周易身上燃烧神圣火焰 无数增益从自身冒出 白发少女冷汗直流 这才是她的全胜状态吗 周易手中一指 一道迅疾长矛刺去 但她向一旁快速闪去 躲开了这次攻击 周易歪嘴一笑 一道微小的长矛刺向白发少女 下一刻周易轮着锯锤 靠在她的头上 周围还被无数长矛围绕起来 少女跪在地面 不自觉地闭上双眼 等待着审判 下一刻锯锤落地 她抬头看去 只见周易站立在地 身后无数光芒闪耀 于是她开口认输 周易却发现了 她没有使用权力 少女婉然一笑 被发现了 这只是一次切磋 再说了 我可是看过你的大考视频 你也没有使用权力 所以加个好友 以后再切磋 少女带着明晃晃的笑容 看着周易 加完好友的周易 被苏蜗带着去了宿舍 停在宿舍门口的苏蜗 听说了 她在找极寒冰连 她告诉周易 当初有一个小队 在狂风山卖剑的 但这是六年前的信息了 听到这个消息 周易迅速查询起来 但这一块地方 高级魔兽很多 万一碰见自己就得凉 然后她打开系统面板 看着大考第一的奖励 将一整排技能 免费学习完毕的她 兴起之余 还朝着键盘来了一下 在将装备买完后 周易马不停蹄的 去往了狂风山脉 见到前方有攻击显现 周易迅速赶了过去 原来这里有一个小队 正在狩猎魔物 但他们错过了对方的实力 就在他们半场开香兵 爆炸席卷了几人 千军一发之际 周易骑着白狼 挡下这道攻击 在解决完毕事情后 还不忘给几个残血奶一口 面对几人的提醒 周易估摸着 自己这一个月的经历 极寒冰联 可能要更加深入 才能找到 于是干脆的答应 和他们回去基地 女人使出自己的技能 下一刻 巨大机械蜘蛛 从烟雾出现 为首女人告诉周易 这些魔物 可能是从时空裂缝出现的 但周易却有些疑惑 不是有军队 和法师在监视着吗 他告诉周易 可能使这些魔物太弱小 没有检测到 就在女人思考 为什么要将低等级炮灰送来 不远处的攻击 吸引了他们 周易感觉到 一股熟悉的气息 在让他们离开后 骑着白狼冲了过去 白发少女 正在魔物围攻下 苦苦之称 当初要了周易的好友 她就开始和自家闺蜜 讲起来 她是多么不同 在闺蜜的震惊中 她孤身一人 去往狂蜂山脉 但她没想到 居然会有那么多魔物等着她 哪怕开了大招 也无法解决完毕 甚至还让他们察觉到 自己这个形态 还有时间限制 这时一道闪便出现 瞬间就将面前 几个魔物消除 少女向后看去 周易骑着白狼 大喊着让她闪开 等到她回过 神精英魔物的魔鹰 将她控制在原 围守魔物 全身燃烧火焰 江初然看出了 这是魔物的狂化 同时 她的气息暴涨 如果我自爆 我有九成几率杀掉她 肯定能保住周易 突然一只手揽住她的腰 江初然猛然一惊 凝聚出的气势 调回原点 下一刻 魔物的攻击 落在空地 周易手中雷电闪现 无数金色雷电 披向地面魔物 周易抱着江初然一笑 怪不得多想转职法师 远程杀怪的感觉 真不错 突然火焰中 出现无数魔物 魔物将周易团团围住 势必要拿下她 周易数了数一 共180只 能秒 但是太分散了 江初然正要说些什么 周易告诉她 你去将左边的魔物吸引 千万不要恋战 周易轻点在江初然额头 无数增益buff出现 江初然坐在狼狈 看着自己的面板 她不敢相信 圣骑士的增益 居然那么强大 下一瞬 周易握着锯锤 快速冲去 只是一记灰锤 几只魔物便惨死锤下 周易再次挥出 瞬间远处传来 一阵爆炸 就在江初然 还在沉迷周易的增益 一只魔物从天而降 瞬间一人一狼警戒起来 白狼向前冲出 一口咬在魔物身体 江初然收回心 提着剑阻拦魔物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 先按她的要求做 周易轻而易举的 灭掉了所有魔物 她转头看向 正在战斗的江初然 又看了看 聚集过来的魔物 周易手中扔出一颗金蛋 并向着江初然喊道 躲在里面别出来 突然一个金色屏障 将一人一狼罩在里面 周易手中 举着一枚圣光石子 下一刻 石子猛然变大 燃烧的无尽神圣光芒 将范围内 魔物全部湮灭 躲在屏障内的江初然 双眼冒光地 看向周易 面对圣鱼的几只精英怪 她的身旁掀起一阵飓风 三枚十字架 从天空出现 瞬间插在地面 建起无尽尘土 紧接着一道龙卷风 从中间卷起 圣鱼的魔物 就这样有盒饭 众所周知 支援总是会晚来一步 结交的小队队长 骑着蜘蛛前来支援 然而 让他们猛逼的一幕出现 直接远处地面 躺着无数魔物尸体 而周易和江初然 完好无损地 站在正在 吃着魔物尸体的白狼身旁 经此一战 周易成功升到18级 并且还获得了 30点自由属性和技能点 他拿出一瓶药水 咕嘟咕嘟地痛快下肚 周易看向身后 晕倒的江初然 他怎么了 可能是透支力量 进入了虚弱状态 面对魔物的询问 周易如实告诉了他 对于他的回答 沉思一二后 决定先回基地再说 在他们动身 走了一小段路 空气中 魔力毫无征兆 增长一大段 骑着飞龙叫嚣着 要将周易几人烧死 然后无数的恶魔 被召唤出现 开启鉴定书的女人知道 这不是他们能够抗衡的存在 所以他要带着自己小队 为周易突围 作为自己见过最妖孽的天才 这样的天骄 值得豁出性命保护 就在他们即将背水一战 天空出现的魔法阵 给了他们希望 周易发现 他们的传颂出现了些许偏差 恶魔魔子大笑无比 在我们魔法阵的笼罩下 你们的军团是进不来的 天空之中出现的军团 证实了他没有说谎 即便他们第一时间 检测到大量魔力出现 并且在最短时间做出防护 但现在还是晚了一步 面对军团长的质问 魔法师回答他 这是恶魔族的大型 禁止魔法阵 至少要集结 连个军团的力量 才能破坏 不然只能等自动消散 等魔法阵消失要多久 听到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军团长深呼一口气 你把那些人信息统记出来 等战斗结束 你让家里人来认领吧 这时系统忽然发布一个成就任务 面对宋上门奖励 周易歪嘴一笑 将众人护在身后 恶魔魔子 感到周易身上浓郁的神圣之力 没有任何废话 飞龙一个高跳 一口千年老 弹吐向周易 周易手中掏出大锤 在女人呼喊中 一道光刃向前披去 周易挡下攻击 并且将古龙打落地面 面对宋上门的机会 他乘胜追击 没想到魔子居然在装柔弱 立刻地面砍出一道孔子 下一刻周易从身后 劈在魔子肩膀 紧一击就将魔子击退 他震惊了 一个十八级的小喽啰 居然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他将锤子立在身旁 对魔子铲开嘲讽 见到仇恨被吸引 一道十字光刃劈出 将魔子打落地面 并让其陷入僵直状态 随后手中光芒亮起 无数雷电劈在他的身体 但在最后一刻 魔子展开护盾 不但挡下攻击 还与周易拉开距离 面对强大实力的魔子 周易只能掏出杀手锦 来对付他 在拉开距离后 他大喊起自己小弟 收到命令的小弟 吼叫着向周易冲去 大招CD 转好的周易 浑身光芒闪耀 强大的神圣之力 席卷当场 魔兽一脸呆滞地 看着天空 一只大手向着地面拍去 魔子心中警铃大响 光芒将他吞没 地面被拍出一只掌印 魔子被这一巴掌 打得都酷了 他的身上冒起紫色火焰 身后出现一道虚影 手下小弟 也不再是单一的猛夫 隐藏暗处的法师 也进入战场 无数手臂向着周易抓去 在将他控制原地后 全部魔兽都冲锋起来 手下法师正在治疗魔子 两人互相安慰 这就是一个十八级圣骑士 放那么多次技能魔力 也该见底了 而周易此刻 正是如他们料想一般 但他们没想到 他是个挂笔 以周易为首 出现一道冲天光柱 瞬间将护盾打得稀碎 魔兽和魔子都猛逼了 他们就那么看着 光柱中的人影 见到天空掉下羽毛 有魔兽伸手触摸 下一刻全身都燃烧起来 魔子震惊极了 在得知自己 还需要一分钟才能讨论 他的身上飘起白紫色光芒 全部小弟跪地高呼 随着第一只魔兽能量玻璃 无数魔兽紧随其后 现出自己力量 魔子贪婪吸收他们的能量 身上的气势越来越高 天使根本不将他放在眼中 他将身体贴在周易身上 圣骑士 我将赐予你神的力量 神说要有光 他的手臂抬起 周易身后亮出光环 指尖光芒闪烁 一道攻击炸在地面 魔子被这一击打的 在地上滚了两圈 他的胸口聚集一团能量 一发毁灭光线 打在光柱 见到没有效果 他将所有能量聚集一起 施展出表面温度 高达1500万摄氏度的光球 攻击打在周易的那一刻 瞬间产生了剧烈爆炸 魔子有些气喘地 看向天空 众所周知 有烟必定无伤 周易的身形在烟雾显现 魔子掉头就跑 拼命往魔法阵赶去 但周易并没有给他机会 手中丢出一道光芒斩击 魔子瞬间变成两半 地面也出现一道裂缝 变成两半的魔子 还在努力向传送阵爬行 忽然他一头磕在地面 没有了一丝气息 周易见到事情就此结束 整个人化为流星 坠向地面 然后昏迷过去 躺在病床的周易百般煎熬 胸口喘不过呼吸 是鬼压床吗 他猛然惊醒 整个人惊恐未定 江初然揉揉眼睛 周易你终于醒了 你这都昏睡两天两夜了 我去通知大家 周易却心想 我再晚点醒就被你压死了 他向周易献上一吻 以此感谢周易救他一命 周易摸摸脸 看起了自己的每日任务 这两天昏迷错过了日常奖励 不知道成就任务能不能补回来 在领取下 获得了一个死亡抗拒天赋 和一瓶福林药水 看到天赋介绍 他拿出一柄小刀 往自己身体刺去 见自己的伤势两秒愈合 内心又升起了 测试重伤的想法 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这次测试 他打开面板 看起来福林药水效果 在查看中 发现自己多出一个新技能 随后想起来 自己那时候的大招 盛宴光轮属于光系技能 那如果开启这个技能 再释放光之成见 是不是可以给对方一个惊喜 这时房门被敲响 周易来到副军团长面前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光球 下一秒 两人进入了一片空间 副军团长表示 这里有雪龙军团上百年资源 想要啥给我说就行 周易抬起头发现 这里居然有S级顶级天才地宝 王副团长 这里有S级天才地宝 极寒冰连吗 他将极寒冰连简介亮出 是这个东西吧 周易内心一喜 就是这个 他点在确定按钮 内心想着 这贡献值都能顶我三年工资了 必须让团长报销 极寒冰连在仓库总部 需要你多等几天 如果你觉得无聊 我可以安排人带你去猎杀魔兽 但他心里却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让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一起历练增加感情 等周易成为顶尖强者 雪龙军团也能沾沾光 我这波操作堪称完美 但周易婉拒了他的请求 我还要回去参加新生大赛 您将极寒冰连送到我宿舍里吧 王副团长叹了口气 忘了你还是个学生 在得到他的沉默 周易坐在沙发松了一口气 小云有救了 看到钟表上的时间 他决定先将日常内容做完 女生宿舍一名美女 刚刚洗完澡 一个黄毛就翻栏杆走了进来 原来他们想让队长出面 将周易邀请进入青鸾小队 但队长估摸着 他应该不会愿意 耐不住队员软磨硬炮 他穿好衣服后敲响房门 周易打开门发现 居然是苏学姐 苏学姐开门见山 问起了要不要加入青鸾小队 但周易告诉他 自己没有加入任何战队的想法 他呵呵一笑 看来朱小和朱丹 可要伤心一段时间了 说着头一歪 为了感谢 你在狂风山脉救下我们 第二天新生大赛 于早上十点照常举办 就在院长吴莽开启副本挑战 他发现序列001和003 居然没有来 及时解释了他们的去向 吴莽还是呵斥起来他们 苏莫还在为他们辩解 吴莽脸一黑 不来就不必参加了 直接降为倒数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周易抱着江出然飞了过来 抱歉 我们来晚了 在他们的震惊目光中 两人选择了难度最高的副本 在传送来的一瞬间 周易就将豹 夹在了自己身上 对于狂暴的魔兽 他举起锤子 向魔兽砸去 一个照面就将魔兽清除 闯过第一关 只用了五秒钟 院长都震惊了 就在几个院长还在分析他 为什么那么厉害 他的眼中光芒亮起 无数闪电踢在魔兽身体 对于第三关的精英怪 周易躲过他的攻击 数不清的长矛将他刺穿 面对新获得的技能 从天空下来的周易都疑惑了 没想到通关副本 还能获得新天赋 在系统三个天赋中 他选择了专注光环 随后面前聚集一股能量 附加关卡出现在面前 周易嘴角一歪 希望附加关卡 能让我多一些兴趣 进入副本的周易 看着遍地尸骸 猜测这里 应该有人信仰过邪神 邪神和黑暗神并不相同 他代表的是疯狂和混乱 而信仰邪神的 不但有人族 还有其他种族 并且当初还有一名邪神职业者 献祭了一座城市 自己的等级 瞬间从54级升到89级 自此以后 忠下国禁止信仰邪神 已经发现即刻死刑 但他还在思索中 周易的能量聚集在座位上湿海 周易眼中光芒一闪 一只巨兽虚影 出现在周易身前 久违的新鲜血肉 人类 你闻起来很美 周易冷笑一声 原来是免疫物理伤害的不死生物 若是让格斗家看到 可能会直接傻眼 周围卷起金色光浪 巨兽虚影笑嘻嘻的 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的身体 被这股光浪卷成碎片 无尽的黑暗退去 但周易目光依旧洗礼 人类我承认 你很厉害 但在伟大的艾克西亚大人 赐予我不死之力面前 你没有任何胜算 再次凝聚而成的巨兽虚影 高高在上 如此浓郁的神圣之力 看来你是打算用杀手锏了 没用的 你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用掉杀手锏的你 还有多少力量 等我再次复活 就是你的死期 周易大手一挥 一只大手拍向地面 在他的神圣之力加持下 无尽的火焰从地面燃烧 被这股火焰烧疼的巨兽恼怒了 真是过躁 感到无聊的周易 双手扔出了虚影 无数的巴掌落在地面 再将巨兽杀死了几次 通关提示终于响起 看着掉落的道具 周易走进传送门 在当初他进入这里时 就感受到一股隐晦的能量 每当那熊怪复活 这股能量就会消失一部分 所以可以推断出 他的复活是有限制的 在周易站在外面等了几分钟 第二位通关选手终于出现 红毛见到周易在这 整个人脸色都变了 在用火焰凝聚出衣服 带着强烈的怨气 离开了这里 他挠挠头 有些不解 怨气那么重 难不成没有通关 这时江初然从天空落下 周易目光一凝 将他抱在身前 周易哥哥 你果然比我更快通关 哥哥 周易有些疑惑 你比我大几个月 我不该叫你哥哥吗 周易有些无奈 随你了 带到两人站起身 天空下起 饺子线的学生 等待两久的医疗队 立刻动身 在经历两个半小时 在校长的宣布下 新生大笔 第一阶段正式结束 现在开始公布排名 和通关时间 红毛站在台子上 焦急万分 再看到排名的瞬间 不自觉抽了抽 一怒之下 他的脚步小心踩空 红毛抓着边边脸 都气红了 周易你抢走了我的大口状 现在还想抢走 我新生大笔 第一 我不管你之前怎么做到的 第二阶段 我势必将你狠狠踩在脚下 一旁的周易 周易看着红毛若有所思 他爬那么高干什么 校长拍了拍手 下面新生大笔 第二阶段 现在开始 话音落下 大大小小的擂台飞起 每个人都有三次挑战机会 每次挑战过后 拥有五分钟休息时间 红毛率先跳进擂台 来吧 周易 看看谁更强 周易并不知道 红毛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大敌意 在江初然的解释下 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的横空出世 将他第一给抢走了 并且 他还出身于世家 拥有者 炎龙血脉 一道金光闪烁 眨眼间就来到了红毛面前 来吧 周易 让我赌上狂战士的荣耀 看看是谁更强 随着开始声音响起 红毛迅速冲上前 想打周易一个措手不及 但他只是在原地站着 红毛猛逼了 什么时候释放的圣光守护 一击不成他 快速向后退去 明智的选择 你的攻击很快 但我的圣光守护更快 原本还期待 你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战斗 现在看来 你无法让我提起兴趣 眼看方方整整的大锤 就要锤在自己脸上 红毛迅速开启护盾 整个人还是被打飞空中 看着下面空无一人的场景 他意识到什么 但周易比他更快反应 眼看着无法躲避 他直接开启了暴肿 一道冲击锅落在地面 红毛艰难地举着头顶大锤 炎龙之躯 看来这是隐藏在你血脉中的力量 面对红毛的攻击 周易抓住他的手臂 一柄大锤从手中浮现 哼的一道声响 红毛向后快速退去 周易没想到 他居然能躲开这次攻击 拉开距离的红毛 觉得自己又行了 口中吐出一大堆火焰 眼瞅着就要将它吞没 周易身后亮出光环 下一秒 全部火焰融入到身后光轮 这个红毛整不会了 龙溪都被光轮吸收了 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像臣子面对君王一样 红毛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 更加卖力地吐出龙溪 没用的 你的火焰无法挣服我的控制 战斗进行到这一步 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想用我的火焰击败我 做梦去吧 看我夺回火焰控制权 结构 没把它装完 火焰就和红毛来了轻易接触 强烈的冲击让它撞在墙壁 下一秒便昏迷过去 就在治疗队尾 红毛疗伤 又一个大考状元 想和周易一较高下 他先是捧手行李 然后自爆门户 在下宋夏兰 17级的领导士 愿得阁下刺脚 这个职业 周易也是略有耳闻 当初确定 小云怪病 是血脉觉醒导致的 牧师也曾提议 用大风硬术控制 没想到 在这也能预导 19级盛骑士 周易 周易同学 刚才应该不是你全部实力吧 等会战斗开始 能否让我感受一下 你全部实力 放心 我不会打断你的增幅技能 周易笑了笑 不用防水 如你所愿 宋夏兰搓了搓手 那就说好了 随着开始两次响起 周易身旁 爆发一股强大能量 无数的增益Beth 落在他的身上 小道士嘴巴睁的老大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学生的实力 这就是我的全胜状态 接下来好好享受 我们之间的战斗吧 小道士召唤出 俘虏在自己周围 事到如今 自己也只能全力以赴 一柄大锤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杂取 把阵从地面升起 天命昭昭 星辰引路 神浮显盛 遵我好恋 跨落爆炸在地面行星 他有些疑惑 周易怎么不见了 你以为 仅仅通过改变位置 就能躲过追击 懂不懂 飞雷神二段寒金亮 感受着强大力道 宋夏兰只能将自己 保护起来 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眼看就要落败 他丢出几枚光丸 手中掐出法绝 乾坤戒发 斗化精兵 神威显赫 听我号令 有意思 居然是道家的撒斗成兵 看着向自己奔驰而来的道兵 周易手中大锤蓄力 瞬间清除了所有道兵 再次站起身的道兵 将他团团围住 看来只有切断法律源头 他十九级 居然能够从容不破面对 宋夏兰正在观看周易战斗 忽然背后一冷 周易举着大锤 就要给他脑袋开个瓢 眼看自己就要和世界说白白 小道士举起双手 我认说 你不是要和我痛痛快快打一场吗 他有些不挤 我们两人根本不在同一层面 我输得心服口服 挑战赛不止一把 再坚持下去 就要落得和沈凌峰一个下场 下次有机会再向你指教 等小道士下场后 他将锤子放在身上 还有谁不服 我就在这儿 看着周易这副霸气模样 江突然发自内心 觉得自家哥哥真厉害 两个半小时后 自由挑战赛结束 新生大笔告一段落 结束新生大笔后 五大学院开始挖人 分别是战争学院 元素学院 兵器学院 战术学院 后勤学院 介绍完各学院 就该学生们选择了 周易哥哥 你想选择什么学院 他还在思思 几个学院导师 开舌抢人 看着他们闹哄哄的 他只感觉这幅场景 好像在哪见 在几位院长 为了周易搞得面红而视 校长站出身 要收他为帝 我会为你施展一次血脉 熔练术 血脉熔练术是什么 此术是静皱及法术 配合一族血液施展 可以大幅提升你的体质 并且每次升级 还能获得更多自由属性 跟技能 没想到周易魅力那么大 校长都忍不住出手了 周易的惊喜很多着 这是雪龙军团总团长 托我给你带的奖励 当勋章出现的那刻 小道士和江初然震惊了 金色贡献勋章 就连自己爷爷都没有 江初然笑了笑 周易有些疑惑 我什么时候 做出重大贡献了 校长看出他的疑问 你在狂风山脉中的表现 我都知道 这没勋章 是你应得的 听到这话 周易也知道这件事 肯定另有隐情 谢谢校长 周易还这么见外 叫校长啊 老师 我很荣幸成为您的学生 事不宜迟 我先带你走 看着消失的金光 几名院长 打起江初然的主意 像极了 怪叔叔 骗纯情小女孩 眼见两人已经吵起来 他刻意向后靠了靠 防止被误伤 这里是我的私人别墅 主要保存一些贵重物品 以后有事 可以来这找我 我先带你去挑选 血脉熔炼术需要的材料 校长带着周易 来到一门阵法前 施展血脉熔炼术 可以让你的血脉 得到根本性蜕变 然而 大多数都会被 静咒及法术吸引 却忽略了 作为血脉 蜕变核心的元血 才是关键 而我们普通人 血脉潜力是有限的 随着等级提升 每次升级 带来的增益 就会减弱 因此 很多职业者升级无望后 就会选择 熔炼异族血液 提升实力 周易十分震惊 难道到了老师 您这样记得 还会担心升级的问题吗 他笑了笑 职业者进入三转之后 每一级都需要海量经验 我目前是64级 同级别的异界生物 都不会被轻易击败 我为你准备了三种元血 分别来自天使族 泰坦族 巨龙族 它们都属于神异种族 血脉熔炼术 只能赐予你一种血脉 融合天使元血 可以获得极高光明属性 氢和力 融合泰坦元血 可以让任何雷系技能 增加数倍威力 融合巨龙元血 可以对所有受费 天然压制 听着校长介绍 周易内心妈了 这真是大手笔 天使泰坦巨龙 这些都是至少六十级的 高阶种族 但他却将选择权 交给了校长 在校长推荐下 周易选择了天使元血 刚刚拿出元血 就止不住沸腾 看来这天使元血 和你十分契合 你是我第五个学生 有时间给你介绍一下 你的师兄师姐 与此同时 周易问出了心底疑问 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枚勋章 校长面色凝重 那我就不瞒你了 你在狂风山脉 剿灭恶魔兴团 使他们的计划暴露 军方发现 异界生物 可以通过中型裂缝降临 要这么说 国内岂不是潜伏了 许多异界生物 没错 初步探查 就发现了上百个降临的痕迹 幸好降临的异界生物 本级较低 军团还可以应对 全国已经有不少军团 接到调令 作为我王辉的学生 希望你像你的师兄世界一样 成为强者 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血脉熔猎术 需要一些准备工作 你带着这个传送装置 明早九点来 我这就行 第二天一早 周易在奖励上犯了难 想到之前得到的弗林药剂 正好现在正是需要的时候 手指轻点在随机包厢 一枚S 几天才地板出现 他不仅大喜 这弗林药剂 真不会是好东西 现在正好去老师那里 在两人交流之际 周易已经来到他们身前 他走到阵法中间 胸口燃烧一团火焰 周院长 麻烦你启动法阵 我来一旁护阵 手中法杖 浮现一道火焰 紧接着 阵法出现四道光柱 无尽的能量 进入他的身体 就在吸收能量之际 一抹蓝色从身体出现 很快就出现一道冬天光柱 周院长没想到 他本身居然就有一道特殊血脉 别墅很快成为冰山雪地 周院长感受到了这股力量 如果周易专职法师 单靠着寒冰之力 也能往顶尖法师发展 我知道周易妹妹 正在觉醒寒冰血脉 也猜到她也有相同血脉 天使血脉 身为顶尖血脉 融合过程 理应吞噬低级血脉 但现在寒冰血脉 居然和天使血脉纠缠起来 甚至还有抗衡之势 拥有如此高品质血脉 周易来历 恐怕也不简单 人族的一族血脉 大部分都来自 永恒游戏最早的那批玩家 既然周易的寒冰血脉 可以抗衡天使血脉 就说明 他的祖先可能是最早一批 参加永恒游戏的高等级玩家 不然 身为后代的周易 不可能激发 如此恐怖的寒冰血脉 没有寒冰血脉 天使元血 很快就可以融入周易体内 但现在两者相互制衡 就算能够磨灭 天使元血 恐怕也所剩无几 随着天使元血 精华流失 可能效果 还不如服用一枚 A级天才地宝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 强行打断 熔炼仪式 可能会导致 他暴天王 希望周易能有个好运气 孩子你来了 周易身体 出现在一处教堂 难道这里是 我的精神领域 教堂中间的人影 继续说着 我的孩子 恭喜你获得神的祝福 神派我来赐予你 真正的力量 他的表情有些古怪 仿佛确定了 他不会拒绝这个提议 好恶险 为什么看到的第一眼 就让我想给他一锤子 孩子别怕 请安心接收这份恩赐 你将获得前所未有的 强大力量 下一刻 他的身体有金光闪烁 散发金光的大锤 和他来了亲密接触 现在心情好多了 果然还是要遵循内心想 被打倒在地的人影 忍不住喊出 你干嘛 然后他让周易跪下 我会向神请求你的宽恕 但周易只回答了三个字 不需要 他的脸瞬间变得阴沉 你这家伙 真是不识好歹 下一刻 几条锁链将他控制住 无数充满怪异的眼睛盯着他 多么动听的声音 这就是对爱克西亚大人 不禁的下场 周易这才知道他 居然是邪神的走 听到自己被骂 巴掌狠狠甩在周易脸上 你应该庆幸自己 引起了主人兴趣 现在将由我带你进行洗礼 亲贺吧 爱克西亚大人 将带你找到正确方向 邪气快速向周易侵蚀 他很明显感到自己意识 已经被蚕食打扮 随着邪气越发浓郁 他的身后出现一道虚异 外界也爆发强烈的邪恶气息 为什么邪神的力量 会出现在天使远虚 莫非这天使是被邪神所杀 他的力量被面前屏障反弹开 不好周易危险吧 邪神肯定会不择手段 摧毁天使之力 等等周易身上的天使之力 好像更加强盛了 两股能量将邪恶的气息驱 他能明显感受到 自己意识正在回归 绑在身上的锁链 在这一刻也轰然破碎 紧接着两股能量凝聚在一起 他很不理解 明明很快就要吞噬这家伙的灵魂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 神圣之力有限 然而眼前的场景 让他更大双眼 神圣之力与寒冰之力 居然凝聚出身形 并且他们还进行了合作 邪神走狗 去死 他拿着寒冰腿 对着那道身影发去 眼看就要将他冰封 一股诡异的能量 阻止了蔓影 结结结 得到邪神力量的身影 没有将周易的攻击放在岩 小家伙 你在给我挠痒痒吗 你的抵抗 不过是给我的计划 增添一点点小麻烦吧 邪神手中锁链甩去 化为利剑 急驰而去 眼看即将抓住周易 下一秒 寒冰之力将锁链冰封 邪神看到这眼睛瞪得老大 他看着身后瞪得周易 脚下升起一道阵 无数冰刺将他冻穿 邪神被激怒 你们人类所谓的力量 不过是神赐予的微末之光 他的手中涌出大量诡异能量 作为艾克西亚大人 最虔诚的信服 我所拥有的力量 是你们这等凡人无法想象的 他的身躯增高 数米的周易 在他面前像极了手伴 邪神身体上的眼睛射出激光 在周易全身心放在躲避攻击 他悄悄地用锁链围住了周易 紧接着将攻击蓄力 一道激光带着恐怖的能量冲去 他凝出一门盾牌 并且向上跳去 在邪神震惊目光中 周易不停躲避攻击 指尖显出激光 该结束了 他轻点在邪神身躯 闪耀的光芒凝结为一门十字架 不可能 你哪来这么强的力量 耀眼的光芒将他冷藏 在他一生生怒火中 消散在了世间 云层之中出现一枚 带有神圣光环的人心 他将这枚人心拿在手中 化为人形后 开舌融合 沉寂的神圣之力轰然爆发 周院长十分吃惊 天使之力将邪神的力量 彻底消灭 校长脸上满是喜悦 天使血脉 和寒冰血脉 巧妙地融合在那一起 正在融合原星的周易身后 亮出天使虚异 在原星 彻底融合在体内 神圣之力 凝结出一副 若隐若现的身影 他睁开双眼 重新回到了现实世界 两人都在为周易感到尽情 没想到关键时刻 居然得到了光明神刺服 周易 你现在感觉如何 我的实力 好像有了这的飞跃 在查看下 他被看到的信息 震惊到了 这一次让他 不但有了天使血脉 还得到两个新技能 他将这份喜悦分给两人 周院长眼睛瞪得老大 校长告诉周易 他的血脉融合十分成功 而且在天使血脉继承的天赋 还能进化到S加级别 他再次向面板看去 周易发现 居然又出现一门秘书 见此校长让他使用这门技能 看看实力 能够提升到什么程度 下一刻 他的四周燃气火焰 能量聚集在胸口 一阵强烈的能量波动 周易正式开启天使身躯 无尽的能量聚集在周围 王校长不禁大喜 施展血脉秘书后 实力至少提高了5倍 周易你感觉怎么样 他看着自己双手 真是不可思议 全身都充满了 前所未有的力量 而且光元素和冰元素 如同我最忠实的伙伴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他们 警告警告 房间内警报器发出声音 检测到高阶元素能量 启动三级防御状态 六亿天使 不愧是元素能量的宠 赶紧收回秘书吧 再这样下去 房间内的防御攻击 就要攻击你了 周易退去了天使状态 房间内的警报也随之平静 这时他发现了不对劲 治疗术施展在自己身上 怎么了 有哪里不舒服吗 虽然秘书显著提升了我的实力 但我未经历战斗 而且也没持续太久 浑身却有战痛感 校长解释了他的疑惑 血脉秘书 确实能让你战力激增 但六亿天使 血脉的力量过于强大 对你现在来将消耗太大 应该保留 作为最后的底牌 周院长看着两人 看来其他新生 想要追上周易 怕是永远都不可能了 根据你激发血脉的表现 我猜测 你妹妹的血脉之力 应该不弱于你 想要让她更好地觉醒血脉 最好将极寒冰帘 炼制成极寒丹使用 她拍了拍周易 让她回去好好休息 在她走后 周院长很疑惑 为什么她会被邪神的力量盯上 一旦她遭遇意外 对我们苏航大学 甚至对于国家 都是一大损失 这次周易能够死里逃生 多亏有光明深庇护 我会进行详细调查 不放过一丝可能 回来的周易 谈算着自己还差什么材料 至于缺乏的A级兵灵草 应该可以在商城买到 一阵敲门声响起 她有些疑惑 这个时候谁会来找我 周易打开门发现 居然是苏老师 苏老师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吴院长 让我把战争学院承诺的资源 给你送过来 我不是选择王辉老师了吗 为什么吴院长要送我资源 王辉校长担任你的专属导师 但你的日常基础课程 是在我们战争学院学习 而这些资源 是战争学院统一分配 所有排名靠前的新生 都能享受到 听完这些话 周易又产生一个新的疑惑 我们战争学院 苏老师 您不是法师职业吗 他奇怪地笑了笑 怎么不允许法师 到战争学院认识 你先清点下这些资源吧 苏玛尔大手一挥 无数的资源从地面投现 随后凝聚成一份面板 他点在冰灵草 发现正是自己缺少的那一种 真不愧扶灵要挤 这不就是心想事成吗 他在电子面板 牵上自己的 然后对面的苏老师 一脸不速 你不知道狂风山脉内部 不是你这个等级能去的吗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任何时候都应该以安全为首 你真是无知者无畏 听着苏玛尔的教育 周易心想 我总不能告诉你 我有系统不深 即使深入狂风山脉 也很安全吧 苏玛尔一脸担忧 你要知道 苏玛尔寻找几个实战场地 他有些感慨 你真是个怪物 他带着周易来到一间机械室 你可以调动这些训练机器人 来进行实战演练 并且可以设置不同难度 训练机器人 一共有十级战斗形态 在十级战斗形态下 一台机器人 就可以匹敌二十级职业者 同时你的挑战将全程记录 他们会实时检测你的战斗数据 并且可以生成详细报告 虽然可以随时暂停 但刀剑无眼 还是建议你从低难度开始挑战 我先去上课了 记得量力而行 不要太勉强自己 剩下的只要向灵士球下达指令 就可以开始挑战 在苏玛尔走后 周易当即开启了七级战斗形态 接收到指令的灵士球 释放出一道红光 一排排机器人站起身 战斗监控已开启 50台训练机器人释放完毕 搜的一道攻击 从周易耳边擦过 紧接着无数炮弹熏泻而出 周易躲过攻击 手中凝结出寒冰之力 一拳就将机器人报废一个 面对身后的偷袭 他举出一门盾牌 没想到寒冰之力还挺好用的 剩余的机器人将周易团团包围 但他只是微微发力 一道寒冰风暴 就从他的身体周围出现 瞬间就将机器人冻结 并且很快扩散到整个房间 他的手中出现一道震撼 周易跨拳为掌 灵力的寒气从四周升起 周易同学 恭喜你成功通过了 七级战斗姿态的考验 训练结果正在统计中 他看着自己的信息报告 直接让灵氏球 开启十级战斗形态 因为训练机器人 损坏过多的原因 十级战斗形态 开启了备用方案 一阵滋滋冒电的声音响起 十级战斗形态 超凡级训练机器人 将接替出战 超凡级训练机器人的 四维属性 停军值与25级 普通职业者相当 同时也将激活 最高职能权限 以确保每次攻防行动 激光灵针起手 被冻住的周易有些震惊 寒冰之力 转眼间 一个沙袋大的拳头袭来 砰的一拳打在冰块上 但周易早已经逃离原地 并且做好攻击准备 先献你武器 本以为这是势在必得的一击 没想到训练机器人如此灵 不但躲过攻击 还做出反击 一道激光射出 凑步机坊间 周易被打落武器 先处你武器 落地的周易正在撕死 为什么他会使用我用过的劲 莫非灵石球 同步了我的战斗术 攻击系统同步完毕 以提升战斗效能 在同步完成的一瞬间 训练机器人带着大锤冲去 正当他阻挡着攻击 一柄炮管瞧瞧变身 很快变化为一只机械狼 见此周易震惊万分 炮管还能变机械狼 疾风狼也能复制 看来只能和他硬碰硬 下一刻 一道光柱将两者炸飞 平常既能复制也就算了 激活天使之躯的我 敢问你还能否复制 就在周易打算将两者拆掉 门外一只御手贴在屏幕 自从江初然成为送院者 专属弟子 一举获得大量资源 原本七级战斗形态 一直失败 这次可以再挑战一次 江初然同学 您的上次挑战成绩 为六级战斗形态 很抱歉 通知您 训练机器人目前损坏眼中 请于明日重新预约挑战 他有些惊讶 这个训练场是专为新生准备 一般大家挑战的战斗形态 也不会超过六级 即便是周易哥哥 想要挑战实际战斗形态 也绝非一时 到底谁在里面 周易抬手召唤出圣光锁链 绑完我就跑 哪有那么容易 转眼间 机械狼便被打成零件 圣光锁链在击败敌人后 威势不见 仅仅将训练机器人捆绑起来 周易的眼中光芒亮起 敌人在他的眼中褪去颜色 只留下胸口处冒着金光 原来如此 你的弱点是你胸口的能量装置 他一拳打在训练机器人的能量装置 无尽的能量宣泄而出 启动最终协议 自毁程序开始执行 下一秒便发生剧烈的爆炸 十级战斗形态已被攻克 同行权限已重新激活 由于训练场遭受重大破坏 建议您一周之后 再来约翠弹 将突然整个一遍 里面究竟是何方神圣 等他走到近前才发现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周易同学 恭喜您以8分32秒的成绩 成功通过了十级战斗形态的考验 如果没有机械狼的意外袭击 这次应该可以轻松赢的这场战斗 看来我必须契约一个 能够并肩作战的魔虫 这时 江初然向着周易跑 嘴里不停喊着周易哥哥 周易哥哥 你是完成了血脉熔炼吗 怎么仅仅一天没剪 就变得那么强了 他和江初然解释了 自己已经完成熔炼 并且还觉醒轮流6一天是血脉 太好了 这可是极其稀有的神异血脉 而我的魅魔血脉 也只是品质较高之一 他的眼中冒着光 神采奕奕地看着自己哥哥 能带我去魔虫市场逛逛吗 我想契约一个魔虫 增强我点战力 见此江初然自然是乐的高兴 周易哥哥 你有什么重意的魔虫吗 他思索了一番 我希望能找一头 拥有风系天赋法术的疾风狼 当两人正在讨论 一名男人凑上钱 疾风狼幼崽 我这里正好有一只 同学 你们好 我是后勤学院大三的学生 柳志学 同时也是22级的培育师 正好我这里有一只 亲自培育的疾风狼幼崽 你们是否有意愿看看 江初然向周易解释了一下 培育师这份职业 这只疾风狼幼崽 刚出生十几天 他的母亲 是一头白银街的疾风狼 听到这是白银街 周易询问起 有没有黄金街 再得知 整个市场都没有几只 周易将疾风狼幼崽抱起 就这个吧 这时江初然告诉自己哥哥 这只疾风狼幼崽 感觉有些问题 他的体型太小了 明显有些发育不良 见此男人开始辩解起来 疾风狼原本就比其他的小一些 幼崽体型也是如此 就这只吧 要知道没有废物的魔主 只有废物的主人 我看好他的未来 听到自家哥哥都这么说 江初然也没再多说什么 听到周易同意 柳志学连忙将需要的东西 递给周易 你现在就可以和疾风狼幼崽 递结魔宠契约 之后就能将它放入随身空间 听到他那么说 周易只觉得还挺方便 这一窝疾风狼幼崽 就属这只状态最差 原本还担心卖不出去 没想到遇到个愣头亲 得亏提前付了学分 要不然在契约过程发生掉阶 那可就棘手了 周易将幼崽放入卷轴 我相信你肯定能变强了 下一秒一出的魔力 让男人猛逼 强大的压力 从这只幼崽身上出现 周易哥哥 你真是独具慧眼 原来这头疾风狼 是退化了的史诗级魔宠 在得到你的魔力滋养后 迅速回到了原本结尾 周易挠挠头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 弗林药剂的作用 此刻柳志学一张脸 已经有趣变形 我居然把一只史诗级魔宠逼架 卖给了新生 疾风狼又在 重新变为原形 看着在自家戈狗怀中的疾风狼 他让周易给他取个名字 那就叫小灰吧 你倒是个起名苦手 不过 他现在愈发可爱了 这时男人提出 让周易将插架补上 并且还威胁起他 真是闻所未闻 卖完了东西 还想往回要 说着他将自己弃势外放 柳志学瞬间耸了 别想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现在立刻给我滚 他半跪在地上 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新生实力 为什么那么强大 眼看周易靠近 吓得他连连向后 你好自为之 最好别让我再看到 否则后果自负